皇上 您这事的确是有些太冒失了 起码您也要和老臣和石大人 李大人通个气 好生沟通一番再在朝堂上提出来 现在您贸然提出要推行贪定入母 议提纳税 这满朝文武进阶反对 您如何是好 老国公 你也认为朕不该推行贪定入母 这个 皇上 不是不该推行贪定入母 而是您的准备不错 内阁中的人都不愿意施行 朝堂上的百官和薰位也不愿意施行 您这样强行推行 造成皇上和群臣对立 对您的威信有百害而无一利 老国公 朕何尝不知道操之过急 贵适得其反 只是 朕接下来的所有大政方针都会找到群臣的抵触 这个可能是阻力最小的一个了 毕竟在河南贪定入母一体纳税 已经开始施行了 而且成效极好 哎呀 皇上 您还是太年轻了 正所谓党人财路 如杀人父母 您这一征税 可知道这些达官贵人一家要拿出群臣的抵触 这个 利益之争 从来没有对错 只有成败 错 老国公 便是利益之争 照样也有对付 这以黎民百姓利益为先 以江山社稷利益为先 您要知道 大明朝廷不是因为这些薰贵官员存在 而是因为治下七八千万的百姓而存在 如果数千万黎民百姓都因为说服饿死了 那大明还有存在的可能吗 陈世才说过了 皇上 陈以为贪丁入母应该推行 可是不能急于一时啊 起码等到您在朝堂上具备了强大的威信之后才行啊 老国公 只要您支持朕 朕就没什么可以记忆 前千亿要治事 朕立即就让他滚蛋 底部尚书的位置有的是人可以干 吴申想要治事 那朕就直接将白骨召回京城 白骨的军事才能胜过吴申数倍都不止 至于泥原路 他要治事 本宫欢送 本宫可以将侯巡召入朝中 侯巡可是历届户部尚书中干得最出色的 再不行 朕还可以让石维平坚任户部尚书 底帮华要走 那朕就将石壳法捧到左都意识的位置上来 他们还能怎么办 皇上 您可要想好了 您真的要这么做啊 这给朝堂带来的动荡无异于一场大地震呢 想好了 老国公 自从三十多年前 文武百官逼迫万利也立出之后 朝堂大小事务但凡不和朝臣心意者 动辄就群起而攻之 逼迫军王 甚至不惜以朝政停止运转 其体请辞来威胁 哼 都是先帝们惯的 先帝们惯着他们 朕可不惯着他们 他们若是听话 朕就用他们一段时间 他们若是不听话 那只有逼迫镇提前进行一场大喜拍了 你大人 前大人 你们倒是哪个主意啊 现在皇上可是跟我们杠上了 难道我们还真的要捏着鼻子刃了 主意 什么主意 皇上的性子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啊 那本来坚韧无比 欲强则强啊 那可是马绍皇帝 我是其他皇帝可比的 硬顶下去 到底结果如何 谁也无法预料啊 而且 这件事情虽然他得不到朝臣的支持 只可以得到百姓的支持啊 我们能怎么办 百姓支持又怎么样 终究大明朝廷的运转是靠着官员跟士绅的 只靠着我们在座的各位的 没有文武百官 皇上又怎么了 难道他一个人就想治理整个天下 那前大人又何两策 集体请辞 也是最后不得不为之的下策 围禁之计 第一 风博 不光是内阁风博 还有六部几世忠 全部不同意皇上的方略 诚恳他的反应 第二 这一次可不光是文臣 连皇亲国戚跟勋贵们都要一体纳事 我们不做猪头鸟 将勋贵跟皇亲国戚推出来 让他们打头阵 看看皇上如何应付 借力打力 这倒是不错的主意 那我们就分头行动 尼大人负责御史阎官与六科几世证上书反对 钱大人 吴大人 我们三个负责联络京中的勋贵 鼓动他们站出来反对皇上的风略 这一次 看个皇上怎么招架 国公爷 外面有兵部上书吴绅和刑部上书徐石齐 在外面求见 两位大人进来吧 哈哈哈哈 陈国公 您府上今日可是够热闹的 高棚满座 这是有什么喜事吗 两位阁相 今日朱某心血来潮 烟情同了 怎么 这可没有违反朝纲国法吧 哈哈 自然没有 只是陈国公宴请同了 也不是什么心血来潮吧 其他人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哈哈 陈国公啊 怎么明人不说暗话 这朝堂之上因为贪丁入母一体纳税 我们众朝臣跟皇上都已经吵翻天了 你们不会不知道吧 纳税 纳税 这以后纳税可就不光是农民伤骨的事情 还包括你们熏贵呢 难道你们真的愿意将白花花的银子搅入国库 当然不愿意了 许大人 您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出来 不必躲躲闪闪的 我们熏贵将门没有那么多弯弯绕 说得好 定国公 本官与徐大人前来成国公府 其实就为了一件事 那就是联合百官同时上书 阻止皇上推行贪丁入母 一体纳税的方略 我们想要与诸位决也一同上书反对 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众多的熏贵当时心头一灵 没想到两个阁相竟然来得这么快 直接讲话都挑明了 联手反对皇上的心证 吴大人 治理朝政是你们诸位大人的事情 我们熏贵们如今无知无权 仓和尽弃只怕是不太合适吧 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 难道成国公不是大明的臣子 作为大明的臣子 难道不应该为皇上分忧 为朝廷分忧 诸位公也 侯也 我们只是上书反对朝政 大明定律 君王方略不当 我们可以犯言执箭 言者无罪 大明历代皇上 还没有因为执箭而严惩臣子的呢 诸位 你们怎么说 无论如何 总要事上一事 这皇上一下子将皇恩给夺去了 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吧 两位国公 我支持两位阁相的提议 一同上书 反对皇上推行新政 对 一同上书 一同上书 诸位放心 明日 督察院的御史 以及六科启事中 都会纷纷上书配合诸位的 这一次 无论如何 都得让皇上收回成名 看来 不杀几只鸡 还真的不能让这些人清醒过来呀